PS5选日版 港版还是国航 我们先说价格 再说云音 现在是2023年的3月初 因为PS5又便宜了 首先是国航光驱版 目前能买到的价格是3600 双手柄是4000 日版的数字版是3000 日版的光驱版是3400 那港版呢 数字版缺货 港版带光驱的版本是4400人民币 以上是价格 那怎么选呢 我先说一个大部分人会选的两个方案 一个是国航光驱版 目前3600 另外一个是港版的光驱版 目前是4400 我估计这两个版本是市场上销量最大的 很多人愿意买的 那下面说说我的推荐 首先我推荐买国航光驱版 目的是为了两年质保 机器两年质保 手柄一年质保 国航的PS5净港幅 这不是问题 非常简单的事 如果手头比较紧的同学 可以考虑日版的数字版3000块钱 很多人说日版的5GWiFi有问题 其实这也不是问题 只是信道小改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港版的4400 虽然价格贵一点 但是它是非常省心的方案 不过各位需要注意的是 港版和日版 它的保修一般都是店铺保修 有的是半年 有的是一年 话说回来 像这种游戏机 只要开机玩两天没问题 一般也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下面再说说这些游戏机从哪买 其实很简单 你要买个手机 或者买个笔记本电脑从哪买 它就从哪买 很多渠道都可以 价格 参考我上面说的价格就行了 目前这个时间段 PS5发布已经两年多了 如果现在还没买 而且不着急的同学建议 等等今年秋天 可能会有一些新消息出来 是关于下一代的 可能会有 好 说完下课